正儿日龙的音乐声 一整排比基尼辣妹 金歌热舞 周末的墾丁越夜越美丽 分天呐喊却差点变成 毒品派对 一队情侣公然地在沙滩上 吸食大麻 吸到浑然忘我 结果当场被打 周日晚上 警方一连突击了八街民宿 果然就抓到高达31名 涉嫌持有毒品的年轻人 统统带回警局夜庙 远景上前把他转过来 面对面要进行征讯 没想到男子看到远景的脸 居然想要偷情人家 男子还重追不舍 歪着头就是要平底下 仔细看男子的嘴角和衣服上 还沾有白白的粉末 原来他居然边开车边吸毒 最后就把车停在路中央 糊糊打碎 一个个年轻人被警方逮捕的画面 都是因为吸毒惹得过 很多人因为好奇心接触了毒品 一旦有了第一次 往往无法自拔 人生也从此变掉 年纪轻轻就进了监牢 实用第一第二级毒品者需接受观察乐界 五年内再犯者最高可除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实用第三第四级毒品者处心台币一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发还 并应限期令其接受四小时以上 八小时以下之毒品危害讲席 大街上一名男子拔腿狂奔 后面十多位学生拿着棍棒追打 就像电影古莫仔的情节 这群未成年的学生如此凶狠 真正原因是被黑道用毒品控制 要他们暴力讨债 这些新闻事件说明 毒品已经成为非法集团 胁迫青少年的工具 这些毒势力正慢慢渗透到单纯校园 以校园毒品使用率排名来看 排名第一的是一种被列为三级毒品的 K他命 很多人以为K他命吸了不会上瘾 对身体健康也没有任何影响 这是非常错误的观念 大量使用K他命长时间游泳之后 它的膀胱的发炎造成膀胱壁变厚 然后变成膀胱本来的功能就不够了 没有办法储存小便 所以到后来 它等于都要一直上厕所一直上厕所 甚至很严重住院的个案 它必须包尿布 甚至出血疼痛 必须开刀切除的这个现象 贩卖各级毒品都有刑责 最高可除以死刑或无奇徒刑 欺瞒或引诱他人 适用各级毒品也都有刑责 最高可除以无奇徒刑 就像画面中的黑墨水 毒品会一点一滴侵蚀我们的人生 没有天生的吸毒者 没有戒不掉的毒 只要啃下决心 拒绝毒品 人生不留污点 给自己一个机会 求助专线 080077088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